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你男朋友跟人家跑的 就是说他还在 不在了 喝完酒跟那女的去飙车 车毁人亡 对不起啊 是不是发生在前年的江北大道上 过去了 不提了行吗 那好 我问你 你的酒店好的时候 一天有多少流水 少的话一两万 多的话三四万吧 那一年有七八百万呢 没有 五百万左右 不少了 还行 他们都说是这名字取得好 红翻天 店里确实一直都轰轰火火的 每天晚上都翻好几次台 可是现在 天也翻了 男朋友死了 不会成这德行 你可不能这么想 一年五百 这还是流水 那你赚个三百万是没问题啊 你比我们强多了 如果说是贩毒呢 你贩卖一千 不不不 你贩卖一万克你能赚这么多吗 我没碰过毒品 撒谎了吧 警方的记录说 你有西式毒品的前科 我 我就在低厅里 嗑过一回药 不对 是海洛因 地点也不在低厅 不会是警方 又逼着你说的吧 不是 是西瓜 就他死了以后 可是当时我姐就发现了 我以后再也没吸过 我问你的是 你吸食的是不是海洛因 他长成面 怎么见过你 你闭着眼睛吸的吗 妙兰啊 妙兰 你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你让我怎么帮你 你现在千万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 你对我 对警方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完全坦白 像你刚才那样 一点小毛病你就在遮遮掩掩 其实警方早就掌握证据了 你不说实话 他们当然不会相信你了 他们自然会认为 你西式一次毒品的事情都不会说 那翻译一千克毒品的事情 你就会说了 给你上的措施太正常了 这样吧 你再好好想想 想清楚了在这儿找我 韩律师 你别走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我在这儿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我是没有那么清白 但是那东西真的不是我的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 那你现在愿意说了吗 我说 好 我把孙女叫你来 咱们一起聊聊 我知道什么我都说行吗 可以把手靠给你打开吗 打开 我今天可是见识了 韩律师的口才了 精彩 真是挺精彩的 辩子够快的呀 忘了前两天你是怎么说韩律了 不要这样嘛 我实事求是行不行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地告诉你吧 你还上中学的时候啊 我和韩律就是警察了 说分大车了是不是啊 孙队 你和韩律是一块当警察的吗 我们是差不多 差不多一起吧 通知队里 到了之后马上开会 是 根据徐区指示 今天下午我和小月 参与了韩律律师和妙兰的会见 有几个关键问题 需要我们重新落实一下 一是 交给妙兰毒品的那个女人 到底存不存在 二是当时妙兰的手上 到底有没有二十万现金 第一个问题 老张辅策 你带着小月 顺着妙兰当天的路线 好好寻绑一切 交警和治安部门 他们最近新安装了一批监控探头 你们可以查他没有录像资料 这个妙兰呢 现在是一口咬定 从酒店出来之后 他就没有和任何人接触过 和他当初交代的 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子的情况相对立 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 是 好 明白了 第二个问题 就是要落实 用于购买毒品的那二十万现金 小波 你带着人通过银行酒店好好查查 那二十万到底有没有 好 这两个问题互相印证非常的重要 直接关系到妙兰案下一步的侦查和审讯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 我都落实了 大家明白吗 明白 收回 小玩 必须重点地落实一下 那天咱们特勤接到的那个电话 把那一天从那个公众电话 拨出来的所有的电话都查一遍 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行 是吧 小月 你今天晚上再抽点时间 仔细地看看妙兰的讯问笔录 所有的时间地点都要合适总学 不能出一点问题 是 孙大 请问夏小慧在吗 建信 怎么是你啊 哎呀 小花 我今天是特地过来看看你的 看我 你今天怎么想到来看我来了 那可别逗了 我才不信呢 我这么没骗你 我真是特地过来看看你的 对了 说真的小花 你跟韩旭怎么回事啊 别说这个 小花 那事 那事我还得说一下 你怎么跟韩旭闹成这样呢 好 那行 没事我就不说了 这样 过来我做动 咱们把韩旭叫出那块吃个饭 我 哎呀 我倒是没问题 就是韩旭的 韩旭那边我去跟他说 我马建西那面子 韩旭还是会给的吧 小伙 您韩旭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跟你说了 好 你跟我说 那大叔别怪我不管啊 老大 你怎么还不走呢 我还有点事 你先走吧 不了 我手里 我手里倒还正有事没忙完呢 要不然 你先请我吃饭 你自己去吃吧 把饭片拿过来 算我请最好忙 算了 那你忙吧 就是晚上别再睡办公室了 好 我这就回去 你忙吧 我吃饭片 我吃饭片 你心里也吃饭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帮你约了一美女 不来不行啊 就这么着 不影响你啊 对了 晚上记得回家 你甭管了 我帮你约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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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大人问是不是他想试拍照 左转一天 马上都没过去 反正不就来了 是不是警察旁边那个穿婚衣服的 他就那个一天一休了 你到接待室了解一下 看怎么回事 好 他说他是山里来的一个教师 要找他的一个学生 说想要登一个广告 又没有身份证又没有证件 所以我们就没让他接 我听说人家在底下等一天半 他要等的那又不是我们让他等的 我们是按规章制度办事 我看他多少就有点病 你看那是什么态度 又没有证件又没有什么身份证 你这样是等了一天半了 你还说人家有点病 你有病是他有病 我们是按规章制度办事的 他没有证件 好 出发 什么事 Wiiiiii Wii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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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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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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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 咱们赶快把 最近两天的调查 和刑犯情况控制 徐决 怎么样 最近在忙什么 还不是案子吗 小孩 上次我跟你说的事 实力很重视 要再尽快落实到位 三个月后 实力要在体育场 召开一个 打击毒品犯罪的大会 这永那儿呢 我再跟他落实一下 你这边可要帮忙配合 三个月以后 那时间会不会太紧了呀 而且这案子里 有很多问题 还没有解决 这样做会不会 小孩 我要说的 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最近的活动呢 我也了解一些 现在看来 做律师的很容易 钻在前眼里去啊 徐决 没有的事情 你应该了解我 我当然了解你 但有的时候 行动最能说明问题 小孩啊 我奉劝你一句 做律师赚钱重要 但党和人民的使命 更重要 徐决 你听我解释 算了 我急着开会会 以后再约时间吧 告诉你 妙兰的案子 要上大会 我是像市委领导力的 军令状子 我想你应该清楚 自己该干什么 老兄啊 你还在这里等呢 是啊 你说这红饭店 这是怎么了 现在连个人也没有 以前不是挺热闹吗 红饭店出事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红饭店的女儿 在出事了 贩毒 给警察都抓了 有的是真的假的 还有假的 登报纸上电视了 大毒消妙兰 贩毒 那可是杀头的罪 是啊 你说怪不得 你说他放了好端端的 生意不做 走外面邪道 你说这样人家 还有来吃饭呢 到死路来 要走我们还是到 红饭店过去 红饭店过 那边 那讲到那边去 那我来呢 走 走 明姐 这个月的报表出来了 怎么样 总数在七万多点 还不够是个月的 房租人工水电开销的 这样开一天亏一天的 可怎么办呀 那怎么办 关门停业 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 我们辛辛苦苦做起来的红帆天 就这么倒下去呢 我怎么对得起妙兰呢 但是这每天钱花花地往外流啊 好了好了 你先回去吧 让我静一下 好了 好了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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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律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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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了 店里也平时都是这个状况 你好 基本上就这样 你们一起走 原来出事之后 酒店的生意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那些老顾客听说了 也都不敢来了 媒体上报道了之后 来的客人也就更少了 每天啊 就像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就这么几个客人 对了 我见他没有来了 你的话呢我展告给他了 他怎么样 他的事儿能说清楚吗 他还好 他现在开始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了 一些问题呢 也开始想通了 也开始配合我的工作了 这都是好的 但是唯独那包东西 现在说不清楚 而且公安局那边呢 压力比较大 催着尽快结案 那怎么办 姐妹儿 想事儿呢 想事儿呢 哎呀 我看你这事儿啊 不太正常 你恐怕活不了多长时间 你不可以 他没想到 他还没想到 他就会吗 我来说 你不听不懂 我去看我 有些人 我去看我 你不听不懂 我看我 你看我 你不听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说是杀头的罪过了 就为了这恶名 他都不屑去做的 他这个人还是很清高的 店里这个情况还能撑下去吗 还一点亏一天呗 也就是为了妙兰 我还硬撑着 其实早就入不敷出了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撑到他出来那一天 怎么了 还没事 我一直都不敢跟您说 怕你在妙兰面前露底 妙兰出职之后 爸爸一气之下就去了 妈妈现在还在医院里 怎么会这样 年龄大了 身体又不好 经不起事 说走就走了 韩律师 这事你可千万别跟妙兰说 她现在这个时候 可经不起任何打击 我明白 你放心 还有 酒店的事你也别跟她说 这天坏了她太多心思 我怕她上火 她要这么起来 你就说声音还红火着呢 好 我会注意的 我这次来呢 其实想告诉你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 是要能够找到 证明妙兰无罪的证据 同时抓出 栽赃陷害的黑手 但说实话 很困难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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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道律师都几点了 怎么才来啊 哎呀 行行行 有点事耽误啊 别着急 哎 你刚才说的那个美女谁啊 看了就知道了 走 哎呦 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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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钱吗 人家等你半天 你好歹我先坐 我想要 谢谢 我们两个事 你别在这场 也根本不知道 怎么回事的 咱们今天不谈 你们夫妻两个事 行不行 咱们老公去去去去去就 好不好 哎呀 我很认真的 你要下次再办这事 我不是你这哥们 行行 这一次给我一面子 好不好 给我一面子 走 走吧 马天心 你拿他走 小伯儿 我们凡夫 universities 宝贝 你又把你 宝贝 你又还能 宝贝 你又把你 宝贝 你又把你 宝贝 我来 宝贝 你又无事 宝贝 小灰 我们韩旭还在气槽上 跪着 跪着就会好的 我看是好不了了 我们俩自己什么情况 我自己最清楚 小灰啊 其实这事 做得也不对 你想想 这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面子 那叫人盯着韩旭 还被他发现了 而且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他肯定觉得特别迷面 你 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顾了一森侦探 在陪我跟踪韩旭啊 你怎么知道的 那天晚上 是我约韩旭去的 红森帝国娱乐场 我们进去的时候呢 你顾那个森侦探 也跟着进去了 但是他一进去 就被靠把王给抓了 当时 当时我跟韩旭都在现场 那个私人侦探 不但说出了你的名字 而且韩旭还看了 他偷拍的照片 那这么说 韩旭他都知道了 那当然知道了 所以这几天他新闻有点窝火 对你有些情绪 应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完全就是一误会 你叫人跟踪韩旭 说明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 韩旭就算是在外边有点什么 那完全都是逢场作戏 男人嘛 有些场合 也都是难免的 所以啊 你得看开一点 就更不要在后边 顾什么私人侦探 去搞什么跟踪 你看 现在是不是 反倒伤了感情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是这样啊 怪不得我这些天 怎么也联系不上 那个私人侦探呢 2 2 7 4 逆 暴露在你的角落 它讓我相信了自己的愛情 我都和他一樣溫柔的無敵 我的迷迷糊 別像自己 每一個美麗的 滿了蛋白的人 都是有些天氣就乾淨出現奇跡 未來的日子 需要多少能力 用來欺騙自己 罷在自己 需要多少衝擊 多少勇氣 這一個美麗的 美麗的 滿了蛋白 它等於是愛上的每個角落 它讓我相信自己的愛情 不能和他一樣亂扶 不能迷迷糊 別像自己 愛不是私情彈力 只有堅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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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給你介紹一位貴客 這是王總 是咱們這兒的建材業大方 是 王老闆呀 今天特意烹一場 哪有大便 謝謝王老闆賞光 嗨 琪琪可是我們這兒的大紅人呀 哎喲 是嗎 還是這麼多東西呀 來 琪琪 來個敬王總一杯酒 王總 好好好 琪琪小姐 不但歌唱得好 人也長得漂亮 來來來 乾 謝謝王總 你看人家王總刻意捧你的船 你有多大的面子 趕緊張謝謝王總對你的好愛 來 王總 那琪琪今天就敬你一杯 祝您生日新聞還原本堆 快快快 琪琪 趕快到後台準備準備 待會兒給王總 好好唱一首好聽的歌 好 那王總 我先過去了 準備一下 然後您看 來 王總 抱酒 好好好 快 抱酒 韩西上次說的很有道路 你二十萬塊錢 除非當時就在車上 否則的話 根本就不可能拿得到 是啊 我們已經仔細看過錄像了 在案發當晚 妙蘭用的那個皮包 根本就不可能裝得下二十萬現金 而我們的人在三個路口 也沒有拍到他的行車過程 就是他自己交代的 他在北山路口 紅燈處停留的時間 也不可能完成這項交易 還有 交易也趴下紀錄了 他的車子在路口 停留了二十七秒鐘的時間 根本就沒有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人 接近過他的車子 這麼說 這麼說妙蘭的口公里 還正有瞎邊的懲罰 我們也在案發地點 尋訪過當天 到過案發現場的 附近的相應人員 尤其是一個售貨停的老闆 他說他也注意到了這輛寶馬車 因為這款車呢 是一個新款 所以在市裡並不多 他只有多看了幾眼 根本就沒人走進過 看來 含蓄懷疑的還是有道理的 但是那東西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那東西不是我的 他心眼不壞 你說他偷點睡漏點睡的 我還相信 可你說他運動販毒 你別說是殺頭的罪過 你救不了這惡名 他都不屑去做的 喂 你好 我是凱旭 我是蘇青城